大家好我是封信泽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也在准备年夜饭咯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这些都是我准备要做的菜 准备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就 把几个简单的菜稍微炒一炒就可以了 煮一个白做虾 炒一个西红柿鸡蛋 这个是小酥肉 已经炸过一遍了 等一下再复炸一遍 把它炸脆就可以了 这边的香菇 是用来炒那个青菜的 这盘是五香带鱼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大盘 因为这个菜的话是可以凉吃 也可以热吃的 结果做好了以后 就被我们家的人吃了只算这么一点了 本来是很大一盘子的 再做一个小吃 我这个是用的切片吐司 中间我给它炸了酸奶 等一下蘸点鸡蛋液 再裹上面包糠 去炸酸就可以了 再裹准制作做看 一大盘子的 可以收拾 INFORM ode Praction rules 为了还叫煎治 鸡蛋 你在另一盘 going Ke火 鸡蛋 正在烧红烧鱼 过年我一般都是烧红烧鱼 因为这个做法的话 热吃凉吃都是可以的 过年要逃不及少 每天有鱼 今天的鱼不能吃完 要留一半明天再吃 这个锅里真的是 菠萝红薯糯米饭 是一个甜点 趁那边炒锅做菜的间隙 我现在把这些吐司 沾上鸡蛋液 然后沾上面包糠备用 下项菜的蒜泡 面炒汁 材料 加入中的蒜泡 鱼 炒鱼 黄料理 鱸肉 好了我的年夜饭已经做好了 荤蔬加上小吃甜点一共是十样 没有什么稀奇的三珍海味 都是一些家常菜拼凑在一起的 这就是家的味道 香炸小酥肉 白酌虾 五香带鱼 糖醋排骨 红烧鱼 番茄炒鸡蛋 凉拌杏鲍菇 香菇炒青菜 炸的酸奶吐司 菠萝红薯糯米饭 好了我们要开始吃饭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封心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